道路相當狹窄 旁邊緊鄰山壁 另一側就是農地 駕駛只能緩慢通行 和前方車輛會車 但眼前的鄉行車 還是不慎滾落邊坡 事發就在台中新設 浮明國小附近道路 仔細看這台鄉行車 是台中第八選區民進黨立委 候選人謝志忠的宣傳車 後續警銷火爆感到 將受困駕駛救出後 就立即送往醫院治療 事發當時謝志忠本人 正在其他地區跑選舉行程 接獲消息立刻趕往醫院探視 那個車禍的地點就是 山裡面的小路一個轉角 那因為兩台車交會 應該是不剩滑落山坡 那滑落山坡那裡 那個山坡大概滑落四五米左右 那剛好那裡有一個平台 卡住了五米豆腐 要不然如果沒有那個平台 再繼續往下去 大概還有二十米左右 經過治療後受傷駕駛 身體僅有擦錯傷勢 並無大礙可以返家休養 但謝志忠本人表示 會讓駕駛住院觀察回復情形 並暫停一天選舉行程